针对考古发现的唐代亲国宰相上官婉儿墓被破坏严重一事 考古专家表示 从天井、永道和墓室被大范围破坏的情况判断 不似一般盗墓所致 很有可能是官方毁墓行为 墓室中没有发现光果与完整尸骨 也没有墓制品腐朽后的痕迹 究竟是埋葬时就没有光果 还是后来毁墓所致 目前还有待进一步考证